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这些内容 就是一天费一块两块 甚至是几天或者是开一块料的 昨天呢一不小心涨了一块 那今天有没有机会你一不小心涨了 那我手上这一件黑石头 黑石头是蛮难堵的 是这个所有石头里面最难堵 因为黑石头的一个变数是最大的 而这个石头的话是主一个总水 主一个总水 就是看一眼它到底能不能堵的一个冰 这么一个像碳一样的腐蜀原石 首先要确定它是个腐蜀原石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那个瓷细而及 还有就是说那个杀均匀 这些都是能堵的一个基本要素 然后其实这些地方有一点小白小白的 这个就是它有一点那个白雾 这个是在厂口挖的时候 它确认是不是被吹的时候被敲出来的一个痕迹 这些都是一个小字典 然后包括这上面的一些蜡壳原生框 这些都是一个基础知识 但是这料子能不能多涨了 看看昨天涨了以后今天会被一味飘 把它给开垮了 但是其实哈 因为这个眼力在这里摆着 所以说这种石头的话是没有机会垮 垮的多了 那我也要讲一下多少钱买了 6000 这么个石头6000 其实表现不是很好啊 表现不是很好 黑石头的话是很难打得穿的 但是如果是光线暗一点的话 细一点的话 就是打点水的话 其实是能看到微弱的表现的 但是最重要我要去调查的是 因为它这个皮 或者说打针就不好看 其实打针是能看到一些不明智的 好吧 好吧我们来开窗 马上开干 第一针筒 非常非常的珍贵 见证第一针筒 我看 我看要聊啊 因为要聊 我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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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插了一个洞 然后看不明白啊 现在看不明白啊 还是得那句话 坐大多强啊 来马上先看一下 已经扩大了一点点 要不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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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这个这个 这个 哎可以可以可以 还行还行啊 你看开完洞以后马上就亮了 坐大多强 我们那边开了一个洞以后 整个石头就打的那个通通通 非常非常强 不过是没有开窗的话 是打得很痛 已经是很漂亮 但是我们要 开大一点 给大家细细看一看 朋友们 六千块 就现在开出来这一个位置 就已经错错了 我们来细细的打灯看一下 来 非常非常棒啊现在 哇 你看没有 堵石的乐趣就在于 一个没什么表现的石头 能开出 非常冰非常细 非常纯的肉质 涨了涨了啊 又涨了 因为不小心又涨了 来朋友们 已经做大做强了 不是说开个小窗 来放大 放大放大放大 哇哈哈 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想到之前的那种表现 跟现在的那种表现 是不是看过两个石头 朋友们 环土式的乐趣就在于这里 每日之 来细细 笑一个 扛一个 来朋友们 最真实的最真实的表现 一个黑石头 能开出这种品质 你们说长了没长了 美不美 太漂亮了啊 因为这种够纯够冰 他可以做人物 这种东西 起货黑石头起货的话会更刚性啊 漂亮漂亮漂亮 还有底色 美之质 我们看一看 像太一样的黑石头 现在就已经开好了啊 还可以看得到这个品质怎么样 好 肯定是大涨了啊 这个料子啊 因为他这个表现 比预估的还要漂亮啊 肉质细腻带底色 这种做货的话是非常漂亮啊 做一些就是光生键都没有问题了 别人看到了啊 好嘞 咱们赌食下期见 分享这个赞金呀 给大家 拜拜